政坛的焦点李朝青3月26号交保之后呢 人在关顶一个礼拜足不出户 停职的这段期间呢 也没有领每个月两万六的半缝啊 他就是希望交保之后能够复职 结果听到内建户六个小时 政策大逆转呢 他不准他复职 那么他整个听了吓了一跳 女儿呢这个非常的无奈不想表示意见 不过男投宪明则是集结宪府抗议 要李朝青主动请辞 李朝青女儿手无嘴快步离去 对父亲申请复职却被大逆转 表情显得无脉 李朝青交保满一星期 人在关顶足不出户 而另一头县政府门口则挤满了抗议人潮 南投宪明不只要李朝青继续停职 还希望他能够主动请辞 对南投宪明来讲是真的 关梗真的很差 说真的很差 就是贪这些那些重建的那个金费的话 真的感觉很差劲 对很不好 所以如果说他这一次啊 申请复职可以成功的话 我是觉得那个公平正义在哪里 李朝青被查出回扣案件117件 贪污总金额超过3000万 3月26号一交保隔天马上提出了负职申请 当李朝青在关底里面看见了电视新闻 对内政部从负职到停职的大逆转决定感到遗憾 虽然李朝青停职期间没有去离每个月26000的半缝 但是提出了负职要求 让宪明感到观感不好 中文件李梦章李自贤 SNG小组南投报导